转行了 就是说不拍电视剧了 拍电影了 还当导演了 前几年拍了一个 电影版的北京爱情故事 你们俩不是都要找我聊吗 说吧 我要结婚了 啊 啊 你要结婚 你要结婚 只能说中规中矩 所以这一次他来指导 这个所谓的喜剧悬疑篇 唐人街 唐漢 本来我们没抱太大的希望 可没想到呢 这个唐人街唐漢成了最近 就是2016年元旦 一个票房黑榜 头一天就过一个亿了 这票房累累往上涨 而且市场的口碑非常不错 都笑到尾 笑的时候吧 然后还得动脑子 又不是那种傻笑那种 情节抓人 我可不可以给七几分 九点五几分 我九点十分 真的 那么陈思诚靠什么成功的呢 关键一点在我看 陈思诚是个好学生 何为好学生呢 稳稳当当 脚踏实地 路子走的也正确 而且也不乏呢 属于自己的一些创造力 这叫好学生 他在拍唐人街唐漢 这部喜剧片之前呢 他是把这个华语喜剧片 给琢磨透了 怎么琢磨透了呢 我们说华语喜剧片 你说得出来的 几座高峰是谁呢 成龙是座高峰 周星驰是座高峰 宁浩的黑色喜剧是座高峰 徐征的 以这个蔡炯港炯 这又是这些年一个高峰 陈思诚呢 是把这四个人的东西 都拿过来了 学的十足时 然后往唐人街探案里一摔 一揉吧 最后形成了这么木片子 变成自己的了 所以这个不叫超 这个叫化 化学的化 转化的化 这个能力 是一个人成名的关键